很多人喜欢吃炸物 但是各种食材中 热量最高的可能会颠覆您的想象 因为大家可能会觉得吃蔬菜比较健康 但是来看到炸物吸油率比较 蔬菜饼竟然是高达42% 香菇也有24% 鸡柳条却只有4% 那么营养师姐是因为炸蔬菜都会切成丝状的 跟油脂接触的面积较大 所以吸油率反而会更高 成了热量地雷 建议使用炸物还是要适可而知 新鲜虾肉裹上面粉 放入油锅炸得金黄酥脆 美味炸物总让人忍不住嘴馋 但炸物食材中热量最高的 可能颠覆你的印象 吃下肚的食材吸附了多少油 营养师曾依田公布吸油率排名 在肉类海鲜类当中 竹甲鱼吸油率14% 炸虾12% 鸡柳条只有4% 但蔬菜饼吸油率则高达42% 香菇也有24% 糯米椒23% 这些蔬菜食材的吸油率相对较高 因为尤其像我们炸蔬菜 这样它切湿啊 之后把它变成一个圆饼状的时候 这样的话它的接触面积是比较大的 所以它吸油量会比较高一点 不止油炸面积大 蔬菜吸油也有原理 因为蔬菜一旦被油炸 这时高温会将里头水分气化 让食物表面硬化 增添酥脆口感 不过这时候 油脂就会补入水分的位置 油脂吸收率上升 就会导致热量变高 而且本身含血量越高的蔬菜 吸入的油量也会越高 部分蔬菜经过油炸后 恐怕成为热量地雷 营养师建议 无论食材看起来多健康 炸物还是少吃点 才不会增加身体负担 谢谢阳小学 陈建国台北采访报道